今天我们来介绍第十章自发性灾和自由能 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将探讨一个过程或反应会不会发生 如果会发生会进行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我们在第九章有学到热力学第一定律 那第一定律告诉我们能量不昧 也就是宇宙的总能量没有改变 能量既不能创造也不会省室内 但是各种能量之间可以互相转换 那可以经由物理变化化学变化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能量互相转换的情形 首先我们看经由物理变化的能量转换 比如说有一个石块从高的位置掉落地板 那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胃能变为动能变为热能的能量转换 那我们看这个图 如果石块在比较高的地方 它就具有比较大胃能 当石块掉落的时候 它的胃能就逐渐转为动能 另外有少部分会转为跟空气摩擦的热能 当石块掉落地板的时候 所有的位能就损失转为跟地板的摩擦热 接着我们看化学变化的这个能量转换 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化学反应 像甲烷的燃烧 CS4加氧 然后变成CO2加水蒸气 放出热量 那这个过程中 它的能量转换 我们可以来想象成 储存于反应物的化学件之位能 当它变为产物的化学件的时候 能量降低 然后转为热能 我们从这个图也可以看得出来 一摩的甲烷和两摩的氧气 比一摩的二氧化氧和两摩的水蒸气 有较高的胃能 那在怀孕过程中 胃能降低就会变为热量 所以能量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那我们从第一定律 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第一个就是过程中能量的变化 到底是能量增加还是减少 第二个就是能量是流入或者流出系统 也就是说它是吸热放热的过程 第三个就是能量最后的形式是什么 因为能量可以互相转换 那我们可以把它的各种形式都描述出来 但是热力学第一定律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基本上热力学第一定律没有办法说明 一个过程或反应会往哪个方向进行 那为何会往那个方向进行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探讨一下 如何来判断一个反应 会往哪个方向来进行 首先我们看所谓的自发性 一个过程可以自然发生的现象 我们叫自发性 那所谓自发性就是不需要外力的帮忙 就能够自然发生 那虽然它可以自然发生 只是说它有这个发生的倾向 但是发生的速率也就是可以快可以慢 那热力学可以预测这个过程的方向 但是没有办法提供速率方面的讯息 比如像石墨变成钻石 那从热力学的观点来看 在二速度C大气压下应该可以自然发生 但是这个速率实在太慢 慢到没有办法侦测 因此我们不用担心石墨会转换成钻石 在一般的温度压力下 因此我们如果要完全描述一个反应的话 我们必须要同时利用热力学和动力学才行 那基本上热力学探讨只是一个系统的最初和最后的状态 像途中的这个反应刚开始的状态 和反应结束的时候的状态 那化学动力学的话 就必须要探讨这个整个反应的过程和它的速率 也就是从反应物转变成产物这个过程 是动力学探讨的领域 接下来我们举个例子 看自然发生的过程是怎么一回事 所谓自然发生的话通常都是不可逆的过程 也就是这个过程或反应 只能往某一个方向进行 那它的逆反应通常没有办法进行 比如像我们看昨天这个图 谁到底会往哪个方向走 我们大家都了解了 谁会往低的地方扭 而不会往高的地方扭 这是自然的趋势 那当然如果有外力帮忙的话 谁还是可以从低的地方 跑到高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用马达来抽的时候 谁还是可以从低的地方往高的地方扭 那我们这里所谓的自发过程 就是自然发生的过程就是不能靠外力的帮忙 所以它只能往低流不会往高流 因为我们看右边这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谁在零度C以下会结冰 所以这个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 那在零度C以上的话 谁就会自然的融化 那这个也可以很容易让我们来判断 哪一个过程会自然发生 我们再看上面这个图 如果你在左边A的容器里面 装了一大气压的气体 然后B的话是一个真空的容器 那当你把开关打开的时候 如果这两个容器体积一样的话 最后两个容器都会充满气体 而且压力都相同的 所以从左边到右边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 但是从右边到左边的话 是没有办法发生的 那下面这个图就是说 铁钉生锈的话是一个自然的趋势 那如果铁钉的话 它不会自然变成不生锈的状态 所以像这些常见的例子 我们大概都很容易判断它的方向 再来就是像 如果把一个氢气球点火的话 它很容易就燃烧甚至爆炸 那从点火这个过程到爆炸的过程 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 那很明显它的逆反应 通常应该不会发生 就是从右边到左边这个状态 不可能发生 那其他很多自然发生的过程 像热量都是由高温流向低温 而不是由低温流向高温 那物质的话 都是从高浓度扩散到低浓度 而不会从低浓度扩散到高浓度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 像在三分上的球 它会自然的往下滚 而不会自然的往上滚 那这个自然生活中很容易判断的方向 到底是怎么样的进行呢 也就是说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的话 像上述的过程都只能单方向进行 而不能反方向进行 为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章要探讨的重点 当然如果像球往下滚这样一个过程的话 也许我们可以用重力来解释 重力是球往下滚的 但是像铁钉生锈和隋结冰 这个跟重力又有什么相干呢 所以我们现在很需要找到一个 自然发生过程共同的特征 到底所有自然发生的过程 有什么样的共同特征呢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共同的特征 来判断一个过程或反应的方向 那一般说来一个自发过程 它的驱动力 为什么会自然发生呢 它的驱动力就是宇宙的灾增加 所以灾的话基本上 就是我们在这边要介绍的一个热力学函数 是我们用来判断一个过程 或反应发生的依据 那灾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乱度的一种指标 也就是代表物质所含原质或分质混乱的程度 那严格说来这个灾只能适用于围观的系统 像原子分子 但是我们宏观的世界也示范了许多自然的趋势 简单的说就是自然的趋势都是由规则变为杂乱 这是我们宏观可以发现到的现象的 那如果从围观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从比较低的灾变成比较高的灾 那比如像一个房间很容易变为很乱 那因为我们使房间变乱的方式是非常非常多 远比使房间变整齐的方式要多 比如说我们再看一副扑克牌 你如果把牌类非常非常整齐的话 它排列的方式就非常有限 但是你如果要使它变成非常杂乱的时候 它的排列方式就非常多 所以你如果把一副扑克牌随便把它扔开来 再把它捡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顺性应该是非常非常杂乱 而不会非常整齐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灾是什么样的东西 那基本上灾是一个热力学的性质 而且它是一个系统的性质 那也是一个状态暗数 所以当它从一个状态到变化到另外一个状态的时候 这个灾的改变量 就可以作为我们判断这个过程会不会发生的依据 让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个灾它的意义 灾通常代表系统在某一个状态 那这个状态可以是未知的状态或者能接的状态的可能的排列方式 所以灾是和激励有关 也就是我们判断这个过程会不会发生 主要的概念就是 如果达成某个状态的方式 愈多的话 那该状态发生的机率就越高 那就越容易自然发生 也就是自然界都是往存在机率最高的状态来进行 那这个结论并不很意外 但如果将这个概念和日常生活中的现象结合在一起 就比较困难一点 比如说像铁钉生锈和激励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所以我们现在是想了解一下这个机率和自发性 到底有没有什么关联性 那假如我们知道这个关联性 我们就可以来预测一个过程的方向 我们先用一个简单的过程来探讨一下 这个机率和自发性的关联性 我们现在有一个容器 左边是封入一些理想气体 右边另外一个容器的话是真空 当我们把连接两个容器的开关打开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理想气体会自然的向真空区扩张 然后最后使气体均匀的分布在两个容器之间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主要是因为均匀分布的机率会远比其他任何状态的机率比较大 那我们现在将这个系统简化为 假设只含有四个分子 我们用ABCD来标示它 那这四个分子 有五种可能的组合 或者我们叫五种可能的状态 分别标示为1到5 那表中的话就是把这五种可能的组合表示出来 比如像左边有四个分子 右边没有那左边三个右边一个 那左边两个右边两个 左边一个右边三个 或者四个都在右边的这五种可能的组合 那我们再看这个排列的方式 一到五的这五种组合 它的组成方式分别有一四六四一种 比如像第二种组合 它就有四种组成方式 比如像A在右边其他三个在左边 或者B在右边其他三个在左边 或者C在右边其他三个在左边 或者D在右边其他三个在左边 总共有四种情况 那其他的我们大概很容易可以找到它组成的方式 那每一种组合像组合1235的任何一种组成方式 比如像上面那个第二种组合的ABC在左边D在右边 这个就叫做一种组成方式 那这种每一种组成方式我们都称为一种维状态 所以这五种组合它的维状态或者组成的方式 分别是有一四六四一个 那这种组成的方式跟激励当然有直接的关联性 也就是各个组合从一到五发生的激励比 就是一比四比六比四比一 那从这个激励的比我们可以知道 组合三最有可能发生 组合一按五最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从这个简单的描述我们可以了解 如果某个状态发生的激励最高的时候 它的发生的情形就会最快最容易 所以状态发生的激励就决定在组成方式的数目 组成方式最多的状态最有可能发生的 那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原来两个容器都充满一样的压力的理想气体的时候 它也没有可能变成全部的分子都集中在左边的容器 右边是真空的 那这种激励应该非常小 我们可以再来想这个问题 假设每一个气体分子在左右容器出现的激励都是二分之一 那两个气体分子同时出现在左边的激励就是二分之一的平方 那如果有n的气体分子同时出现在左边容器的激励就是二分之一的n次方 那假设现在因为没有气体分子 要同时出现在左边容器的激励几乎就是0 所以下图所试的这个过程几乎不可能发生了 那我们现在就有所了解就是当容器两边具有相同分子的话 它的微状态的数目也就是位置的机率或者灾会最大 所以气体会自然的均匀分布在两个容器间 那这里所说的位置机率是种状态在空间排列方式的数目 那这种位置的机率也适用于物质三态的变化 那就以这个三态来讲的话 气体的体积是远大于液体的 然后液体的体积又大于固体 那表示气体分子间的距离非常非常大 每一个分子占据的空间很大 所以我们说它的位置机率很大 那位置机率大的话就代表它的灾会比较大 所以从位置机率的角度来看的话 气体的灾会远大于液体然后远大于固体 所以从下面这个图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当固体变液体的时候它的灾会增加 那液体变成气体灾也会增加 反之当气体变成液体的话它的灾会减少 液体变成固体灾也会减少 那这个都跟位置机率的大小有关 因为位置机率也是有理想容易的形成 从下面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当混合的时候每一个分子都具有较大的活动空间 或者较大的位置 所以完全混合的时候会比分开的状态具有更多的微状态 因此灾会增加也就是物质混合的过程灾的会增加 根据这个位置机率的理论 我们可以预测一个过程灾的变化 比如像CO2的固体变成CO2的气体 就是所谓干冰的升华 那从固态变成气态的话它的位置机率大为增加 所以dataS大于零 那像一大气压的氮气变成0.01大气压的氮气 那通常体积会大为增加 位置机率也会增加 所以灾会增加 像浙糖和水混合变成糖水 那在混合容易中 浙糖分子和水分子都有比较大的活动范围 所以位置机率增加 dataS也增加 那点升气凝结为点固体这个过程 从气态变成固态 分子活动的范围大量减少 所以dataS小于零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个理想气体之等温扩张过程 以建立几个热力学的基本概念 从下午这个装置 我们想说明一下光和热的变化 那下面这个图基本上就是 有一些理想气体把它封在一个密闭容器里面 然后右边有一个真空的区域 那整个系统放在一个恒温槽 达到恒温的那个过程 然后这个气体用一个活塞 以滑轮跟蓝线跟一个重量M1相连接 那如果系统达到平衡的时候 M1跟理想气体的压力刚好可以抵消掉 那如果我们改变M1的质量 重量逐渐减轻的时候 那系统就会慢慢扩张 那我们看这个等温扩张的过程 会有哪些现象发生 首先等温过程的话是代表整个过程中 温度都没有改变 那我们探讨理想气体的等温过程 它的那个内能通常理想气体内能 只跟温度有关 所以在等温的时候 它的内能变化 L1会等于0 那我们从第九章 学到第一定例 L1是等于热量Q加攻W 当内能等于0的话 那Q就会等于-W 那我们现在这个等温扩张的过程 最初的状态压力是在P1 V1 那温度是T 磨素是N 那整个过程中温度都没有改变 那磨素也没有变 那最后的状态压力 假设它变为四分之一 那体积变为四倍 那从这个过程中 我们先假设整个滑冷没有摩擦力 盘子和卵线都没有质量 那P1跟中央M1达成平衡的时候 这个压力P1就等于 重力M1G除以 那个盘子的面积了 那我们假设一开始就把这个中央M1拿掉 那整个气体就没有在受任何的力量了 那这种气体就会往真空自由扩张 那我们在第九章也学到这个工的计算 是需要知道外压的大小 那对自由扩张的过程外压是等于0 所以工是等于外压乘上这个DV把它积分出来 那外压等于0的话 工就等于0 所以热量也等于0 也就是你把重量一次就拿掉的时候 它会进行自由扩张 那这个过程中 没有做工 热量也没有改变 那当然内能也没有改变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扩张的过程 分为两步来看的时候 我们探讨一下两步定压扩张的过程 也就是说你第一步把那个重量换成2分之M1 那第二步的话再把重量换成4分之M1 那就是说我们把整个扩张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P1 V1的状态 变成2分之P1 然后两倍的V1 然后第二个阶段是再变成4分之1P1 还有4倍的V1 那这个过程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图 融色区域来代表 那它的工基本上是两个等压过张的过程 所以其实就等于这个颜色部分的那个面积 那这个面积的话 我们可以从压力2分之P1 乘上它的体积改变V1 第一个过程 和第二个过程压力是4分之1P1 乘上体积的改变2V1 那两个过程合起来 它的工是等于负的P1乘上V1 那负值是代表系统对外做工 那根据我们刚才的描述 它的这样就跟工的符号相反 是等于T1V1 也就是这个过程中 它会吸热 然后对外做工烈的没有改变 如果我们现在考虑一个无限多部的过程 当抵抗力和驱动力的相差非常非常微小 两者几乎相同的时候 我们称为这个是一个可逆的过程 也就是在可逆过程中 外压跟系统的压力相同 那我们可以用系统的压力P来代表外压 那系统压力根据理想气体方程式 然后系统压力又等于V1NRT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过程 像图中所示的这样一个可逆的过程 那它的面积就是直接由工的定义把它积分出来 那在无穷多部的时候 它的工是等于外压乘上体积的变化的积分 那外压又等于系统的压力 然后系统压力又等于V1NRT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积分出来 得到NRTLOGV1除以V2 或者NRTLOGP2除以V1 那V2是等于四倍的V1 所以LOGV1除以V2 只能LOG四分之一 也就是-1.39 那整个所做的工就等于-1.39P1V1 那这个过程它的热量变化是 刚好是等于工的负号 等于NRTV2除以V1代理 也就是扩张过程中它的体积都会变大 所以Q都代理0 W小于0 系统必须要吸热来做工 那系统内容没有改变 那接着我们看它的逆反应 就是从下面这个装置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当系统已经变成四分之P1 还有四倍的V1的时候 那这时候当然就是在盘子里面没有热的重量 那我们现在可以逐步增加这个重量 把它放在盘子里面 来进行所谓的等温压缩 那我们探讨一下 这整个过程中 它的光和热的变化 我们假设 假设是经有两个步骤的压缩过程 那第一个步骤是 从四分之P1这样压力变成二分之P1 然后体积减半 那第二个步骤再从二分之P1变成P1 体积又减半 那这两个等压缩的过程的话 它的工我们也很容易可以算得出来 从两个步骤的那个工相加就可以得到 第一个步骤是压力相同二分之P1 然后体积的变化是2V1-4V1 那第二个步骤的话 它的等压是等于P1 然后乘上体积的变化 V1-2V1 那整个过程它的工等于两倍的P1V1 那符号代理是代表外界对系统做工 那Q的话跟工符号相反 所以等于-2P1V1 那Q小以0是代表热量从系统流到外界 那如果我们考虑无限多步也就是可逆的过程 再一个压缩的话 那它的那个工是等于 MRT1V1-V2 那这个跟扩张的过程基本上非常类 只是符号相同 那得到工的大小刚好就等于1.39P1V1 那Q的话就等于工变化 那整个扩张过程它的体积是缩小 所以热量是小于0 工大于0 那表示外界对系统做工 然后热量流出系统 那如果我们把前面看到这些稍微把它整理成一个表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在一步自由扩张的时候 内能没有改变 工等于0 热量也等于 如果是两步等压扩张的时候 它的内能没有改变 那对外做工是P1V1 然后吸热是P1V1 那两步等压压缩的时候 它所外界对系统做工是2P1V1 然后热量是负的2P1V1 那整个循环 两步的等压扩张 然后再循环再压缩回来的过程 它的工是等于1个P1V1 也就是对外做工 然后热量是负P1V1 也就是吸热的过程 那如果无限多部的话 可逆过程它可以对外做工1.39个P1V1 那刚好也是吸热1.39个P1V1 那可逆压缩的话 就是外界需要对系统做工1.39个P1V1 然后这个系统它也是放1.39个P1V1 那整个循环它的工没有变化 热量也是0 然后热量也没有改变 那从上述的等于扩张 扩张及压缩的过程 我们可以得到几个重要的结论 第一个就是只有可逆的循环 宇宙没有任何改变 这时候扩张过程的吸热 会等于压缩过程的放热 而且扩张和压缩过程所做工 大小相同符号相反 不可逆的循环 不管它多少步骤 吸热都会大于放热 放热都会大于吸热 然后外界对系统的做工 做工都会大于系统对外界的做工 比如像两步循环 整个循环所做的工是P1V1 然后整个循环所吸热 放射热量是-P1V1 也就是在两步循环的时候 工算是一个比较有规则的能量 总是被转换为热量比较炸乱的能量 那从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得到另外一个结论 当扩张过程如果是可逆的时候 它所能获得的工就是所有扩张过程最大的工 我们可以把它记为W-mexima等于W-reversible 反过来当压缩过程所需的工的话 它的最小值是可逆的工 也就是W-minimum等于W-reversible 很显然这个工和热都和路径有关 所以工和热都不是状态函数 但是在所有过程中如果都是等温的话 那内容都没有改变 所以内容基本上和路径没有关系 是一个状态函数 另外一点就是当可逆循环的话 系统跟外界环境都可回复原状 回复原状 系统外界都没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不可逆循环的话 其实系统恢复原状 也就是系统回到原来的状态 但是外界也已经没有办法恢复原状 我们知道所有的真实过程都是不可逆的 因为我们不可能操作无穷多部 所以所有的真实过程 都没有办法使整个系统跟外界环境 恢复原状 好那接着我们就来看灾的定义 灾和激励有关 当一个系统达成的方式越多的时候 发生的激励越高 也就是激励越高的状态灾越大 灾跟激励之间应该有一个正比的关系 那我们就定义为灾S是等于K乘上logOmega K是波茲曼常数 Omega就是某状态的微状态数目 或者说排列的方式的 那S基本上应该是一个状态函数 也就是系统的性质 那我们利用这种性质的改变 可以来判定一个过程会不会发生 那S既然是状态函数的话 它在第一个状态的S1 就等于K乘上logOmega1 然后第二个状态的灾S2 就等于K乘上logOmega2 那从第一个状态变成第二个状态 灾的改变DLS 就等于S2-S1 也就是等于K logOmega2除以Omega1 它的一模式的分子 差不多是6乘10 23次方这么多的分子化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直接得到Omega的值 就是它的微状态的数目也好 或者排列的方式也好 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出 微观的这个微状态数目 或者排列方式的Omega值 和宏观性质之间的关联性 那我们现在考虑一个 恒温体积加倍的过程 当体积加倍的时候 位置或者空间加倍 那位置机率也加倍 那这个代表微状态的数目加倍 就是Omega加倍 所以当体积加倍的话 这个Omega2除以Omega1就等于2 那这个是只有一个分子的时候 假设有N个分子的话 那Omega2除以Omega1就等于2N次方 所以ΔS就等于K乘上logOmega2 除以Omega1 也就是等于K log2的N次方 相当于所谓的NR乘上log2 那这个K乘上一个养服加结素 就是气体常数熬的 那一般的情况就是 那个Omega 也就是所谓的微状态的数目 或者组成的方式 是跟体积成正比 如果在定温的时候 所以Omega2除以Omega1 可以把它写成V2除以V1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围观的 灾的跟巨观的这个体积把它连在一起 就是ΔS是等于NR乘上logV2除以V1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宏观的性质像V2除以V1 来计算微观的灾的改变 另外我们如果比较这个 刚才我们看到等温可逆的过程 不管是等温压缩或者等温扩张化 我们得到这个热量的变化在等温的时候 它的热量是等于NRTlogV2除以V1 那如果把这个势值跟之前得到的势值相比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ΔS是等于Q除以T 那这个Q是在可逆的时候的热量变化 那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宏观的ΔS的定义 那加热的时候会使系统的灾增加 所以它的ΔS是跟热量成正比 那低温的时候灾的增加会比较显素 所以ΔS会跟T分之一成正比 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灾和物理变化 也就是温度和状态对灾的影响 在一个等温过程的话 它的灾的改变ΔS是等于可逆的热量变化Q除以T的 当温度为T时那这个灾的极小的变化 我们可以把它写为DS 是等于热量极小微小的变化DQ除以T 那所以ΔS我们可以把DS积分出来得到 那就等于把DQreversible除以T 从T1积分到T2就可以得到ΔS的值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定压或者定容的时候 灾的变化如何来计算 那我们在第九章也有学过 定压的时候它的热量改变 DQreversible是等于NCP乘上DT CP是定压下的比热 那假设CP和温度没有关系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把这个DS积分出来 DS是等于DQreversible除以T 从T1积分到D2的 那DQreversible除以T就等于NCPDT除以T的 那积分的结果就 DS就等于NCP乘上LogT2除以T1 那如果是在定容或定体积的过程的话 那这个热量的变化DQreversible是等于NCP乘上DT 那CP是定容的热量 热量Heat Capacity 假设CP和T没有关系的时候 那我们也同样可以积分出来得到DLS 是等于N乘上CP乘上LogT2除以T1 接着我们探讨一下在相变化过程中 灾的改变 那所谓相变化过程的话 像溶化跟沸腾 那一般正常溶点的定义就是在一大气压的时候 互相异象共同存在 而且达到平衡的温度 那比如说水的话就是0度C 那正常沸点的话就是一大气压时 互相气象共同存在 而且平衡的温度 像水的话就是100度C 那可逆过程的话只能发生在平衡的状态 所以相的转化可视为一个可逆等温的过程 那我们根据刚才这个DLS 在等温过程的定义的话 那对于固态变成液态这个融化的过程 它的DLSM就等于Q0除以T 那因为在一大气压定压的时候 只有PV0的时候 那个Q0是等于DLH 所以 融化的过程DLSM就等于DLHM除以TM 那DLHM是代表这个模糊融化热 同理这个气化的过程的话 DLS气化的过程就等于DLHVAP DLHM除以那个沸点 那这个DLHVAP的话是代表它的模糊融气化热 那我们来计算一个一大气压 一模糊融水从50度C加到150度C之DLHM 那基本上我们计算这个DLHM分为两个主要的过程 一个就是温度有改变 一个就是温度没有改变的这个向变化 那我们需要的一些资讯像这个热含量CP 以及DLH等等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水从50度C加热到100度C的时候 那它的那个灾的改变DLHM是等于这个液态的热含量 就是75.3 然后乘上Log温度的变化 那这个温度是绝对温度 所以乘上Log 373.15除以323.15 这是第一个步骤 那第二个步骤就是水从100度C变成水蒸气100度C 那这是水的气化 那这是水的气化 像的变化我们可以从T分之DLH来算它的灾的改变 也就是这个中间这一项 40700除以水的沸点 373.15 那第三个阶段是由水蒸气100度C变为150度C的水蒸气 那这个过程牵涉到气体的加热 所以我们用气体的热含量36.4 然后乘上Log温度的变化 423.15除以373.15 然后把三个阶段的DLS加起来就得到124.5 叫K-1 好那我们这一张主要的重点就是 要来判定一个过程或反应的方向 那我们现在就来介绍热力学第二定律 就是我们用来判断这个反应过程方向的一个定律 那基本上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就是 宇宙的灾不停的发生不停的增加 宇宙的灾不停的增加 那一般所谓真实的过程都是一个自发过程不可逆的过程 那自发不可逆的过程宇宙的灾就会增加 所以我们要看这个过程会不会自然发生 那我们可以用宇宙的灾会不会增加来做判断的依据 如果整个宇宙的灾有增加的话 那这个过程就会自然发生 所以我们如果用数学式来写的话 整个宇宙过程灾的改变 我们用data s u 来表示 那整个宇宙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系统 一个就是系统 一个就是系统以外的环境 那系统灾的改变我们用data s 来表示 那所以外界的这个环境灾的改变 我们用data s 来代表 那整个宇宙的灾的变化 data s u 的话 会等于data s 加data s' 那通常是大或等于 那data s u 如果等于0的话 是代表一个可逆平衡的状态 如果是大于0 是自发不可逆的状态 那小于0就是逆向可以自发 所以从特例学第二定律 我们可以知道 一般自然的过程 它的那个宇宙的灾都会增加 表示一般自然过程都是自发不可逆的 除非它是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那或者可逆的状态 宇宙的灾才没有改变 那我们要判断过程会不会发生 需要由整个宇宙灾的改变来做判断 那系统的灾基本上可以是一个负值 只要整个宇宙的灾变化 合起来大一点就会自然发生 好那接着我们看一下温度对自发性的影响 那我们知道就是 我们必须要同时知道系统的灾的改变 和外界的灾的改变 才能决定整个宇宙灾的变化的大小 或者它的符号 现在我们考虑1mol水的气化 那水气化的过程 基本上 因为气体它的空间 所占的空间远比液体要大 所以气体的位置几率远大于液体的 所以水的气化 它是一个灾增加的过程 比如像1mol的水 它的体积只有18毫升 水蒸气在100度C的时候 它的体积有31升 增加了三个数量级 那由于水蒸发时 位置几率增加 所以很明显 它的Data S die 也就是系统的灾会增加 那系统灾增加的话 当然有利于气化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水这个变成水蒸气的过程 就是气化的过程 它基本上是一个吸热的过程 那我们探讨一下 这个吸热放热的话 对外界灾的影响 如果是一个放热的过程的话 放出的热量 会使外界的杂乱运动变快 所以外界的这个乱度就会增加 灾就会增加 也就是放热过程它的Data S' 会代理 反之假设是一个吸热的过程的话 那当热量从外界流入系统的话 外界的热量减少 那杂乱运动就会变慢 所以它的灾就会减少 那刚才这个过程 水的蒸发 它是一个吸热反应 所以外界的灾 Data S'会小一点 很显然不利于气化 所以到底这个水的 能不能够蒸发的话 完全是由整个宇宙灾的变化来决定的 那如果以系统的灾来看的话 它是有利于蒸发 但是如果以外界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它是不利于蒸发的 所以我们两种变化全部合起来的话 才能判定这个过程会不会气化 那从我们的经验里面知道 当温度超过100度C的时候 水会自然蒸发 如果温度小于100度C的话 水蒸气就会自然凝结为水 那另外就是 当温度超过0度C的话 冰就会自然融化 那温度小于0度C的话 水会自然结冰 那不管是冰融化或者水蒸发 这两个过程都是吸热过程 那这两个过程它的乱度增加 也就是那个系统的灾都会增加 很显然这两个过程 它的影响的方向刚好相反 也就是dataS和dataSpline的符号相反 那核子比较占优势的话 就决定在温度里 我们先看这个外界的这个系统 外界的那个灾的改变 dataSpline 那dataSpline 通常决定于热量的流动 也就是dataSpline 是跟Qpline成正义的 假设它是一个放弱过程 也就是能量降低的过程 那dataSpline会增加 所以我们可以说 某一个过程 如果它的能量降低的话 那能量降低 是自发性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当系统未能降低的话 通常是代表能量流之外界 那部分未能 就会转为外界的热量 dataSpline增加 那dataSpline改变的程度 通常是跟温度有关的 也就是说dataSpline 是跟T分之一有关 那这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 如果同样获得数千元 对一个穷点来讲的话 它的喜悦 一定远超过一个亿万户了 那我们 以同样的角度来看 如果我们 都给100焦的热量的话 在低汙的时候 摘的改变量 会超过高温的时候 也就是在高温的时候 原子运动已经非常快 那100焦的热量 使它运动加快的比例 不会太大 所以摘的改变会很大 那如果是在低温的时候的话 原子运动很缓慢 100焦的热量就可以使 运动的加快的比例 大为增加了 所以相同的热量 对DLS'的改变在低温时 会比较大 也就是外界的热量变化 DLS'是等于Q'出一T 那Q'是代表外界的热量改变 那它跟系统的热量改变 是大小相同符号相反 所以DLS'可以用-Q'出一T来表示 也就是DLS'跟热量流动的方向 Q的符号 以及热量的大小 就是Q的大小有关 而且跟温度层反比 那当这个过程是在一个定压下的话 而且只有PV功能存在的时候 那这个Q是本于DLH 所以DLS'我们可以用-DLH出一T来表示 那根据这个式子的话 我们再跟系统的DLS'把它合在一起 就可以来预测 这个过程会不会发生 比如像水在100度C以上的时候 它的DLS'和DLS'大一点 水就会自然发生 那水小于100度C的时候 DLS'和DLS'加起来小一点 所以水蒸汽会自然凝结为水 那如果温度刚好100度C的时候 那系统的灾改变 跟外界灾的改变 合起来刚好等于0 所以水和水蒸汽可以共存 而且达成平衡的状态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DLS'跟DLS'对自发性的影响 整理成下面这个表 当系统的灾增加 而且外界的灾也增加的时候 那这个代表整个宇宙的灾一定增加 那这样的过程一定会自然发生 当系统的灾减少 而且外界灾也减少的时候 那这样的过程 宇宙的灾一定会减少 那这种过程就不会自然发生 而它的逆向反应 就会自然发生 如果系统的灾增加 但是外界的灾减少的时候 这时候这个系统会不会发生 反应 或是过程会不会反应的话 是由整个宇宙的灾改变来决定的 也就是说 假设系统灾的增加超过外界灾的减少 那整个宇宙的灾的值就会增加 这时候就会自然发生 那反过来如果系统的灾降低 但是外界的灾增加的话 那这时候会不会发生呢 也是决定在整个宇宙的灾的改变 所以当外界的灾的增加超过系统灾的降低的时候 整个宇宙的灾就是一个阵子 那这时候这个过程就会发生 動画的绿子 这个选住是灾 occurs würden